一座风景宜人的封闭小岛上,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位知名女星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掐死在沙滩上,死者性情放浪,尖酸刻薄,得罪了不少人,岛上的大多数人都有杀人动机,但每个人又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呢? 因小伙伴的要求,天成继续给大家带来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的电影集,今天解说的是上映于1982年的经典悬疑片, 阳光下的罪恶,赫赫有名的大侦探波洛,最近接到一份委托,一名女性目击者在徒步旅行时,在旷野上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是被人掐死,保险公司怀疑是其丈夫扎哥杀妻骗保,所以邀请波洛调查此事,不过警方明确告诉波洛,案发时,嫌疑人扎哥正在火车上,又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保险公司只能乖乖赔了一大笔保险金,这件案子看上去没什么玄机,波洛也就没在深究,随后, 保险公司又提出了另一份委托,一名非常富有的爵士投保了一颗价值不菲的钻石,经过鉴定,这颗钻石居然是假货,一名身家亿万的富翁,怎么可能投保假货呢? 保险公司希望波洛能帮忙查清此事,随后,波洛找到了爵士,爵士告诉他,自己买这颗钻石是为了向知名女星花姐求婚,谁知花姐中途变形嫁给了别人,爵士就把钻石要了回来,现在看来,应该是对方掉包,还了一个假货,爵士听说,花姐一家准备去一座海岛度假,于是邀请波洛跟他一起坐船去岛上,要回真钻石,波洛答应帮忙,但他有些晕船,所以决定先行坐火车前往, 到达码头时,波洛刚好遇上花姐一家三口,这个女人一副尖酸刻薄的样子,不仅对别人指指点点,对待丈夫老唐和妓女琳达也是趾高气扬,看来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波洛决定暂时隐瞒自己的真实来意,先暗中观察对方,四人乘坐同一艘小船登岛,半路上,岛上的山中突然传来一声炮响,花姐的丈夫老唐科普称,为了纪念多年前的一场胜仗,岛上每天中午12点都会准时放响舞炮,也就是说, 听到炮响,就意味着时间是中午12点,小伙伴们记住这个细节,跟后面的剧情有重要关联哦 随后,四个人入住了岛上唯一一家酒店,除了他们四人外,酒店里还住着另外五名游客,他们分别是年轻英俊的小帅和他体弱多病的妻子小美,制片人夫妇麦哥和麦嫂,最后一位男游客是一名作家,这五个人都跟花姐关系匪浅,甚至可以说,都是为了她才来到岛上 先来说说小帅,她是花姐的情郎,这次来岛上,表面上是带着妻子小美一起旅行,其实是为了跟花姐优惠,而制片人夫妇最近因为花姐的突然霸演,损失惨重 但花姐名气很大,投资人指定让其出演作品,麦哥麦嫂只好追到岛上,想说服花姐继续合作 最后是这个作家,非常崇拜花姐,还专门写了一本花姐的传记,这次来就是希望对方能授权出版 此外,度假酒店的老板娘也是花姐的旧香食,他们曾经在同一家歌舞团工作,但老板娘十分看不惯花姐的做派,对她颇有微词 花姐的现任丈夫老唐也是老板娘的好朋友,老唐虽然富有,但却是个唯唯诺诺的老师人 老板娘认为,老唐根本想不住花姐,早就全说对方离开这个狐狸精,可老唐被美色索迷,执意跟花姐结了婚 第二天中午,小帅正在海里游泳,花姐就穿着性感的泳衣追到了海滩上 这时,作家也一脸巴结地跟了过来,想要问问传记的授权情况 由于她的书中真实记录着花姐上位的黑历史,所以花姐拒绝出版 作家又气又恼,恶狠狠地骂了几句垃圾话,便离开了 花姐对作家的语言暴力不屑一顾,等对方走后,她立马跟小帅挑起情来 两人旁若无人地嬉戏打闹,说笑声一直传到了位于山上的酒店 酒店里的花姐丈夫老唐,不禁觉得头顶绿意盎然,气得脸都绿了,但也只能忍气吞声 就连波罗这个外人也实在听不下去了,开始走到小花园散步 这时,她发现小帅的妻子小美正坐在无人的角落,偷偷苦泣 原来,她也看到了丈夫和花姐的互动 波罗安慰了一下委屈的小美,还拉她一起去散步 两人来到山崖边,看着沙滩上晒太阳的人群 小美告诉波罗,自己很羡慕那些人 因为身体原因,她根本不能晒太阳,否则就会全身起泡 因此,每天都要穿着长袖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波罗突然有感而发,她说,其实阳光下也有罪恶 那些躺在沙滩上的人,看上去很像一句句面目不清的尸体 谁知波罗感慨还没发完,小美突然感觉到有些头晕 她告诉波罗,自己有恐高症,不能站在高处往下看太久 晚上,花姐拒绝了制片人的合作邀请 卖哥卖嫂因此大为恼火 小美也因为花姐斜插一腿,跟小帅大吵一架 住在隔壁的波罗,听到争吵声后,只能无奈摇头 四日上午,小美为了散心,决定去附近的海湾写声 刚好花姐的妓女琳达也想去海湾游泳 于是两人结伴一起离开了酒店 随后,花姐也独自开着小船离开了酒店 她走后没多久,小帅也开始动身 两人已经提前约好在一处海滩私会 结果小帅还没开船,制片人麦嫂提出要一起搭船 她早就发现小帅和花姐的越贵行为 希望能借此抓住花姐的把柄 所以才提议搭乘小帅的小船 小帅找不到借口拒绝,只得同意 两人到达海滩的时候 看到花姐正躺在海滩上一动不动 头上还盖着一顶帽子 小帅上前查看,结果发现对方居然已经死了 慌慌张张的小帅让麦嫂赶紧回酒店找帮手 她自己留在这里保护现场 很快,老板娘和大侦旦波罗就赶到了命案现场 老板娘担心,命案会影响酒店生意 所以请求波罗暂时不要报警 先帮忙找出杀死花姐的凶手再说 本就痴迷破案的波罗立即答应下来 花姐的头上有石头砸伤的痕迹 但致命伤是脖子上的掐痕 这说明,凶手的手劲很大 在附近山洞里,波罗找到了一颗假钻石 可这颗假钻石,花姐此前已经还给了爵士 波罗此次来岛上,正是试图帮爵士要回真钻石 假钻石出现在此处 说明爵士也已经来到了岛上 说不定,他和花姐因为钻石的事情起了冲突 爵士在激动之下杀死了对方 随后,波罗果然找到了已经上岸的爵士 爵士承认和花姐发生了冲突 因为对方不承认自己掉搭了真钻石 爵士便跟他吵了起来 还将假钻石扔给了花姐 当时差不多是11点15分 不过爵士并没有杀人 他的邮轮一直停在附近 船上的水手都在甲板上看热闹 他们都能证明爵士的清白 如此一来,爵士的嫌疑被排除 此外,小帅和麦嫂是最先发现尸体的目击者 而且两人是同时发现尸体 又一直都留在酒店 所以他俩的嫌疑也可以排除 如果11点15分的时候 花姐还在跟爵士吵架 那么他的死亡时间 肯定是在11点15分到12点之间 因为小帅和麦嫂到达现场时 刚好听到了舞炮的声音 说明当时正好是中午12点 现在只要查清岛上所有人 在这段时间里都做了什么 就可以锁定凶手了 爵士最先怀疑的就是花姐的丈夫 头上一片绿的老唐 老唐表示 案发时自己都在房间里打字 早上10点半 他收到了一份工作上的加急信件 为了回信 一直忙了快两个小时 爵士检查了信件内容 确认这东西不可能提前写好 于是老唐的嫌疑也被排除 下一位嫌疑人是酒店老板娘 波罗注意到 老板娘对老唐很有好感 而且跟花姐不和 会不会是老板娘想要上位 从而杀死了花姐呢 老板娘则告诉波罗 11点半到12点之间 他都在酒店跟员工开会 案发地点距离酒店距离很远 他不可能在短短15分钟内 杀死花姐 然后又返回酒店 所以老板娘的嫌疑也迅速被排除 接下来是小帅的妻子小美 她完全有动机杀死勾引自己丈夫的狐狸精 可小美也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她整个上午都跟老唐的女儿琳达在一起 直到11点55分的时候 才独自离开 因为小美和老板娘老唐 以及麦哥三人约好 中午12点半的时候一起打网球 跑到山顶的时候 小美听到了舞炮的声音 刚好12点整 她还站在山顶跟琳达挥手再见 琳达可以为其作证 波罗于是找到琳达求证 琳达非常确认 小美是在11点55分离开 因为对方没戴手表 向她问了时间 她记得很清楚 小美还将刚画好的画送给了琳达 因为琳达一直在给小美当模特 小美准备离开的时候 琳达才开始下海游泳 因为忘记戴泳帽 小美临走时还提醒了琳达 到山顶的时候 又跟她挥手再见 这跟小美的说法完全吻合 琳达非常仇视花姐这个后妈 也有杀人动机 可是她跟小美互为不在场证明 又是个半大的小屁孩 根本没有那么大力气掐死花姐 所以琳达的嫌疑也可以排除 波罗的下一个调查对象是作家 花姐一死 她的传记就可以顺利出版 因此她的杀人动机也很充分 作家淡定地表示 案发时 自己也正在划船溜达 舞炮声响起的时候 她刚巧遇到了正在游泳的琳达 两人相遇的位置离命案现场 划船大概要花费一个多要时的时间 作家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而且她还提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 告别琳达之后 山顶上突然掉下了一个瓶子 差点砸到她 听了作家的话 波罗立刻提出质疑 因为小女孩琳达根本没说见过作家 作家马上要求琳达对质 小女孩这才承认 两人确实遇到过 但琳达不知道具体是几点钟 因为她戴着厚厚的泳帽在水里扑腾 没有听到舞炮声 此前之所以没有提遇到过作家 是因为她非常讨厌作家 对方总是巴结自己那个刻薄的后妈 令人作呕 如此看来 作家的嫌疑也可以排除 最后只剩下制片人麦歌了 麦歌则表示 案发时 自己一直在酒店小花园看书 快到12点半的时候 才想起跟老板娘等人约好一起打网球 于是回到房间 准备赶紧冲个澡 换身运动服 谁知 其他房间也有人在洗澡 麦歌的房间一滴水都没有放出来 所以她直接换了衣服 去了网球场 而酒店老板娘开会的时候 刚好透过窗户 看到了麦歌一直坐在花园里看书 所以麦歌也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这下情况就复杂了 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凶手总不能是波罗自己吧 满头是包的大侦探波罗 努力思考着所有人的证词 又将大家提到过的地方 亲自走了一遍 当天晚上 波罗召集所有人 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中午的时候 有谁从山顶上往海里扔了瓶子 第二 有谁大中午的在酒店洗澡 面对这两个问题 所有人都面面相聚 没有人站出来承认 岛上就这么几个人 看来是有人撒谎了 接着 波罗又忙活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他再次召集了所有人 并胸有成竹地表示 自己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 在所有人的证词中 有两个人的证词是互相矛盾的 那就是小美和作家 小美称 曾在山顶跟琳达会手告别 作家则说 遇到过正在游泳的琳达 时间都是放响五炮的时候 也就是十二点整 可奇怪的是 作家和小美竟然都没有看到B4 很明显 有人撒谎了 而撒谎的那个人 就是小美 小美就是凶手 确切地说 是凶手之一 而另一位凶手 正是她的丈夫小帅 接着 波罗推理出了案件的经过 小美先是悄悄潜入琳达的房间 将对方的手表 往前拨了二十分钟 然后又在自己的长袖里面 藏了另一块表 等到十一点三十五分的时候 她故意问琳达几点钟 琳达自然以为 时间是十一点五十五分 小美于事便声称 自己要赶回去打网球了 离开之前 她又循迹将琳达手表上的时间 重新调了回来 还提醒对方戴上厚厚的泳帽 如此一来 琳达游泳时 就完全听不见十二点的舞炮声了 也就不会发现 自己手表上的时间有误 紧接着 小美花了五分钟的时间 快速跑到山顶 跟琳达挥手告别 进一步做时 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然后她抄近路 跑向死者所在的位置 此时 正在沙滩上等待小帅的花姐 看见了山顶上的小美 为了避免冲突 她躲进了一旁的山洞里 小美顺着山崖上的云梯 快速爬了下去 然后追进山洞 用石头砸晕了花姐 此时 距离十二点还剩几分钟 小美迅速脱下花姐的泳衣 穿在自己身上 并将自己落在外面的雪白皮肤 涂成跟花姐一样的深棕色 然后躺在沙滩上 盖上帽子 假装成花姐的尸体 静静等待约好的小帅 波罗曾经说过 那些人躺在沙滩上 远远看上去就像面目不清的尸体 或许就是受到启发 小美夫妇才想到了这个计划 等到十二点的时候 小帅带着麦嫂准时登场 并发现了假冒的花姐尸体 小帅就以保护现场为友 支走了麦嫂 麦嫂刚一离开 小美立即将衣服换了回来 一路跑回酒店 半路上 她为了毁灭证据 将装有棕色颜料的玻璃瓶 顺手扔进了海里 没想到 差点砸中正在划船的坐甲 回到酒店之后 小美又赶紧洗掉身上的颜料 换好衣服 赶到网球场 所以制片人麦哥洗澡的时候 才发现没有水 在这段时间里 守在海滩的小帅 从容不迫地掐死了花姐 然后重新布置好现场 面对波罗的推理 小美立即反驳称 自己身体不好 还有严重的恐高症 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上山下山 更别说攀爬云梯了 波罗对此早有准备 小美之前还站在山顶 跟琳达挥手告别 可波罗亲自试过 想要看见海里的人 就必须站在悬崖边上 波罗没有恐高症 都觉得害怕 更何况是自称有病的小美呢 很显然 小美在撒谎 见小美无言以对 小帅接着辩解 声称自己真心爱着花姐 怎么可能杀死对方 波罗淡定地笑了 他一直觉得奇怪 哪有人偷知 偷得如此理直气壮 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 后来终于想通了 小帅只是在故意表演深情 撇清自己的杀人动机 这对夫妻 从一开始就在演戏 小美假装成一个 弱不经风的怨妇 故意在波罗面前装头晕 谎称自己有恐高症 都在为精密的杀人计划做准备 就连两人之间的吵架 也是故意吵给别人听的 他们之所以设计 如此复杂的谜剧 来杀死花姐 是因为 吊包绝世钻石的人 不是花姐 而是小帅 见谎言被完全揭穿 小帅夫妇俩也就不装了 他们直接质问波罗 能不能拿出直接证据 如果没有证据 他们可要走人了 波罗顿绝 头上的包又多了两个 并一脸尴尬的坦率表示 这一切只是自己的推测 小帅和小美见状得意极了 随后两人收拾了行李 准备离开小岛 小美还换上一身性感紧身衣 跟之前保守吐气的怨妇打扮 判若两人 支付防费的时候 小帅还不忘嘲弄波罗一番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波罗突然对着小帅 叫出了一声扎哥 这个名字正是属于电影一开头 那个死了妻子 又拿到一大笔保险金的男人 原来小帅就是扎哥 而小美就是发现尸体的目击者 两人根本不是原配夫妻 他们设局杀死了小帅原来的妻子 拿到了一大笔赔偿金 波罗能发现这个秘密 就是因为刚才小帅一时得意忘形 在防费支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波罗敏锐地发现 他的签名 跟那个骗保丈夫的保险单上的签名 虽然不是同名 但自己完全一样 如今 只要带着小帅和小美 到当地警局走一趟 至少能先查清那起骗保杀妻案 面对波罗言辞合缝的逻辑推理 小帅和小美只得默认了自己的罪行 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绝世的真钻石在哪里 波罗注意到 小帅嘴上经常吊着一只烟斗 但从来没有见他点燃过 波罗灵机一动 直接将烟斗夺了过来 果然在里面找到了那颗真钻石 这起精心策划的杀人案 至此终于完美告破 小帅和小美这对雌雄杀手 随后也被警方带走 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阳光项的罪恶》 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 1941年出版的同名长篇小说 相比原著 本片还有些漏洞 比如 女制片人麦嫂和男凶手一起搭船 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 如果麦嫂没有上船 男凶手岂不是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吗 不过总的来说 本片人物鲜明 逻辑顺畅 风景优美 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精彩悬疑片 接下来的阿婆作品合集 天成将继续给大家带来 《东方快车谋杀案》 《尼罗和尚的惨案》 《无人生还》 《罗杰一案》等经典作品 喜欢阿婆作品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关注我们哦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